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阿平 那這支影片呢是今年最後一支影片啦 最主要呢是想要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那麼支持我們阿平TV 訂閱數就是慢慢的上升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訂閱我們 還有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那雖然呢今年發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事情來的都太突然 然後又變化多端 人事物上面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最誇張的是我們的大學 那因為我是在日本讀大學嘛 然後其實在這個學期我們的課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在學校上課 另外一種是就是在家裡用online的方式去上課 那兩個禮拜前我們上課上到一半 老師就叫我們趕快離校趕快回家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天東京的感染素暴增 所以學校就決定當天要關閉到這個學期結束為止 所以我就覺得還挺好笑的 那還有今年呢 我心裡面覺得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沒有辦法回台灣看 父母親這樣子 畢竟我也不想一個月的時間都閉關著 不能出去這樣子對吧 那我相信也有許多在國外生活的朋友 應該是跟我一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回家 那只能多打電話跟自己的父母親抱抱平安 然後問他們的身體狀況好不好啊 還是有沒有好好吃飯這樣子 真的真的非常希望 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可以平安健康的過日子 好啦 那因為是最後一部影片 最主要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來訂閱我們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雖然非常的短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說明年 我們的影片會更加的豐富 還有更加的新奇吧 還有可以介紹更多東西給大家 那我們明天開始是 露營三天兩夜這樣子 也會拍影片 但是在這個禮拜六不會上傳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這一週就包括跨年啊 露營啊 還有在家裡就是 日本年假到1月3號4號嘛 那個時候朋友都會來家裡 前三天露營 中間跨年已經到家了 然後後三天在家裡打桌遊 這樣子 超孩的 所以禮拜六就讓我好好休息一個一天吧 各位 動腦動到爆爆炸的一週有沒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邀請朋友一起跨年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講說 你們跨年做了什麼事情哦 那大家記得一起出去玩 勤洗手消毒 然後記得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的安全 好那阿平在這裡先跟大家講說 悠悠熟悉哦 那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好的一年的開始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好那我們下一集明年再見囉 拜拜 拜拜 by bwd6